最近,关于美国政府强行收购TikTok的争论沸沸扬扬,传言也是一天一个样,有的说特朗普想立刻禁止,又有的说白宫幕僚多人想让微软收购,后来特朗普说美国政府要从交易中抽成,于是世界舆论一片哗然。 接着,特朗普通过库德洛来打圆场,说这个办法还没有最终决定,不过据知情人透露,特朗普原本是计划要直接禁用TikTok的,但后来受到一位幕僚力劝,决定留给微软45天时间,在9月15日前洽谈收购TikTok美国业务,让TikTok继续留在美国服务。 而最终说服特朗普改变主意的,是原来的对华鹰派参议员格雷厄姆,现年65岁的格雷厄姆是共和党南卡资深参议员,与特朗普算是同一阵营,他在对外问题上一直支持特朗普。 据CNN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格雷厄姆上周末接获华府内部的共和党给他的任务,劝服特朗普不要直接封杀TikTok。 报道形容,格雷厄姆其实也不甚了解TikTok,只知道这是一个狗弹琴猫跳舞的影片的平台,但是他还是在周末打完高尔夫球后致电了特朗普。 格雷厄姆在电话中重申美国财长姆努钦以及其他主要白宫顾问的观点,提醒特朗普直接封杀TikTok会是个政治灾难。 特朗普则表示,自己已从多人的一连串游说之中听到了忧虑,最终决定让微软恰购TikTok给出45天的实现,因为直接封杀TikTok首先会打击外企对美国市场的信心,损害美国的投资环境。 而美国司法部也承认,封杀决定可能会遇上法律上的问题。 同时,特朗普竞选团队也担心,封杀TikTok会开队大量年轻选民,不利于大选连任。 TikTok在美国下载量达到1.65亿次,每日活跃用户估计多达8000万人。 特朗普上周放出有意禁用的消息后,TikTok用户随即纷纷发表关于这件事的视频,社交媒体上原本轻松的气氛也一下子变得政治化。 因此白宫官员和顾问相信,让微软收购TikTok会是个很好的台阶,既可以避开这些地雷, 同时又不用担心国家安全或者中国可能借TikTok收集美国人的资料来加强人工智能。 CNN认为,随着中美贸易协议变得乏善可陈,新冠疫情继续肆虐美国,特朗普正试图在大选之前让中美局势升级。 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等鹰派是真心相信TikTok是美国的国安威胁。 而如果特朗普也真的在乎国家安全,那么在TikTok之后还要决定如何处理微信等其他中国APP。 有消息人士指出,中国或许不太会对TikTok有太大反应,但是如果特朗普决定向微信出手,就会是一件大事。 有网友直言,这个不是在救TikTok,而是救了特朗普。 也有的说,特朗普只是虚张声势,到9月15更加不敢进,主要的原因还是选票的问题。 但又有很多人想禁止,所以必须这么做一下表示姿态。 而如果能卖个好价钱,也就卖了,卖不了也不必害怕。 还有的说,美国现在连墨西哥的DACA都进不了。 在6月份,美国高院对DACA网开一面,美国现在有70万DACA难民。 而有8000万TikTok用户,如果1%够年龄投票,就是1000万选民。 在大选前,这个群体怎么能得罪得起? 看来一个小小的娱乐软件的命运,几乎要决定人类未来的20年。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请关注点赞并分享,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